年度最佳教练,菲尼莫属布莱斯德伦斯。 年度最佳教练。 其中战绩最优秀的球队教练,但这些人选带出来的球队战绩都令球迷眼睛位置一亮,其中布莱斯德伦斯更优异。 事实上,Ed McNeill带领的流马本季也是相当出色,目前东区第五开季谁想得到。 所有数据截至4月3号,目前绿山军的战绩为53胜23败,东区第二,而事实上东区前二名的变化是不太会变的。 这里指的是骑士能否冲上第二,只是东区龙头是暴龙或绿山军还不一定,我们就这个基础继续讨论下去,简单的说,绿山军本季应该会是左二望一。 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布莱斯德伦斯拿下年度最佳教练的几率当然更高,我知道这个例子本赛季我们已经提了好几百次了, 但这个例子真的不能不提,那就是全明星Gordon Heyer第一场比赛就商退,只打了五分钟就本季报销,从这个点切入绿山军本季能打进东区前。 4已经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这还不是布莱斯德伦斯最大的考验。 Gordon Heyer上出的这一刻开始,布莱斯德伦斯本季的考验也跟着开始了。 Io Hartford本赛季就是打打停停,Marcus Morris也是从季中才回归。 Daniel Seas下半球季因左半月板受伤而本季报销,Marcus Martin大拇指伤是预计缺赛6至8周。 据Ellen不饶因脑震荡而从3月11号开始休息了6场比赛,阵中M.E.P.C.R.A.因为要动膝盖小型手术,从3月14号开始就商退,预计季后赛首轮才能回来,可能第二轮。 但绿山军在最近的比赛中拿下6连胜,在Kerry Airing上退后的比赛中拿下7胜2败。 据Ellen不饶空中摔下的这一幕,我想所有绿山军的球迷心都碎了。 这9场比赛中多达6场是客场,而在最近的6连胜中,绿山军分别在客场打败拓荒者由他绝世,而在主场拿下对雷霆一级暴龙的胜利。 更简单的说,这一波没有Kerry Airing的6连胜,基本上已经让布莱斯德伦成为联盟中最有资格拿下最佳。 教练奖的人选,因为这个阵容能撑到目前这个战绩真的没人可以想得到。 谁能想到绿山军在少了Kerry Airing跟Marcus Martin名后场大将的同时,居然还可以跟暴龙有机会抢东区龙头的位置。 少了Kerry Airing,绿山军还能强势地拿下6连胜,稳坐东区第二,这也让布莱斯德伦更有资格抢下年度最佳教练。 布莱斯德伦让绿山军度过了这样的危机,更难难可贵的是,在布莱斯德伦的直角下,本季绿山军一直有亮点出现,在格尔登黑尔受伤的情况下,双举A,举A森塔特,举Alan。 布莱斯德伦打出了安吉非卖品的价值,在格尔登黑尔营受伤的情况下,Terry Ross一二用球技告诉全世界的球迷,他绝对有能力成为绿山军中最关键的球员,年薪仅仅500万的Marcus Morris。 好几次上演了绝杀的戏码,也成功地顶替了人手不足的四号位,这些球员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主力球员受伤时,他们总能事事地顶上而成就了绿山军目前的战绩。 Terry Ross一二用球员,举A森塔特,举Alan Brown今年能有如此优异的表现,除了自己努力把握机会,布莱斯德伦斯也绝对功不可没。 也许是绿山军光荣的历史而让这些球员更尽责,但更可能的是布莱斯德伦斯的执教能力影响了整个团队以及每一名球员,布莱斯德伦斯优秀的地方是他能因球员的特质能力不同而设计更适合球员发挥的战术。 换句话说,他能把球员的优点最大化,也因为如此,他才能有新一代鬼才的封号,战术能力之优秀就连马刺铁血叫Togwek Popovich也相当欣赏更认同,这对布莱斯德伦斯来说当然是值得骄傲的。 不论绿山军在季后赛最终能走多远,但本季绿山军的表现足以对得起每一位球迷,伤兵也是比赛的一部分,这句话是经典名言, 但如果可以在伤兵问题如此严重的情况下,还能保有东区前两名的话,布莱斯德伦斯绝对是联盟中最有资格拿下最佳教练的人选,因为他让绿山军的钱能完全爆发,也真的燃烧了每一位球员的小宇宙,年度最佳教练当如是也。 加油把绿山军在季后赛的道路上再创奇迹吧! 新一代鬼才的布莱斯德伦斯能否带领绿山军重返荣耀?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新一代鬼才的布莱斯德伦斯能否带领绿山军